大家好,这里是菜厨房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菜是凉拌粉丝 水开之后把泡好的粉丝放进锅里 粉丝煮好之后先泡在凉水里 这样防止粘在一块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 水开之后把金生菇倒进去 冰糖 把煮好的金生菇也放在凉水里泡一下 水开之后先放一勺盐 然后把切好的鸡胸肉条放进去 把煮熟的鸡胸肉捞出来 把煮熟的鸡胸肉捞出来 记得一定要把水分沥干 撒一些黑胡椒在鸡胸肉里 撒一些黑胡椒在鸡胸肉里 然后拌均匀 接下来准备调料汁 调料表我会在屏幕上和描述栏里列出来 再把热好的油倒到调料上 再把热好的油倒到调料上 这样做的调料非常香 再拌几下就可以了 把粉丝捞出碗里 再倒些胡萝卜丝 再放些青瓜丝 把金生菇和鸡胸肉条倒进去 把干菜拌好的调料汁倒进去 用手把粉丝配菜和调料充分的抓匀 这样的粘拌粉丝非常好吃 喜欢这道菜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哦 我们下期见